其實我只是想說有難得有機會就有感激一下 但我其實還沒有太多具體的想法 那我提的第一個是怎麼減輕學校的行政出單 就所有在學校裡任教過的老師應該都知道 學校其實要做的行政業務是非常多的 甚至要看超級多的公文 要寫超級多的計畫 那我們在非常多偏鄉的小學校看到的現況就是 他們學校裡面可能只有12位的老師加上了9個校長 他卻要做所有跟大廚校一樣多的行政量 甚至為了學校的生存他需要提出更多的計畫 所以就思考到說會不會有某一些工具或什麼樣的做法 是可以幫助到學校在這一方面進行他的負擔的 那至於是什麼工具呢 還沒有這麼具體的想法 目前只有冒出一些 比如說公文分析啊 會不會是自動生存公文啊 自動生存計畫書 就我現在隨便亂想 但是很具體態都還不知道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到的 可能會需要的一個是 真的在學校現場服務的使用者 會需要他的經驗跟他看到的問題 然後可能會需要工程師去做後續的動線產出這樣子 這是我覺得的一小時 好 非常有把握抓到我們社群的手法 就是他直接填兩個 所以你還有三分鐘 第二個是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們在飛翔學校看到非常多的孩子 其實他們有一個在學期上要看他困難是 他們的自我監控能力不好 什麼是自我監控能力 就是所有在場各位 就是在學習過程中 你一定不自覺的有在做這件事情 比如說你會想說我原本設計的目標是什麼 我為什麼沒有達成 我在這個過程中有什麼事情做法是讓我成功 什麼事情是讓我這次沒有成功 那我要怎麼修正 那還有養成習慣其實也是這種自我監控 我這次要成功 所以我的A步驟 C步驟是什麼 那我有沒有每一次都刻意練習 那其實我們發現這個是一個學生要養成 終身學習跟深度學習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能力 那其實在偏向很多的地方 比如說他們家長本身可能也沒有建立好 這麼這麼深的能力 或怎麼去教他的孩子 所以說我們就思考到說 有沒有可能可以有一些工具是可以幫助到這些孩子的 比如說可能大家都有用過一些什麼 自我習慣建立的app 或者是這麼之類 但是這些東西目前我自己使用習慣上發現 他都不太適合至少小學生這個階段使用 甚至我覺得國高中生可能也都還有一點落差 所以就想到說有沒有可能創造一個這樣的工具 那這個東西我可能想到的需要的人 就是包含說可能是可以製作MVP的工程師 然後可能要有好的UI跟塑膠設計 可能還要有一些點子是怎麼樣吸引孩子 可以去運用它 然後而不是一直彎去遊 所以大家如果想到的 OK 好 那謝謝媽媽和分享 有兩分簡單 那我請下一位